车轮滚滚,汽车奔驰在公路上,里程表一公里,一公里的记录着,他告诉人们汽车走过了多少路程,战舰劈开木涛,潜艇潜油浪底,迷茫的大海,谁来计下舰艇的战斗航程? 我国古代战船,在海上航行一昼夜的路程,叫做十更,更是古代计量航程的单位,世界上最初使用的机械计程仪,是一个像螺旋桨一样的旋转器,拖在舰艇后面,舰艇前进,海水冲击旋转器,使它旋转,并扭转绳索,带动计程指针,指出舰艇走了多少航程,你想,舰艇拖着一根长绳子去打仗, 怎能机动灵活地进行战斗呢? 后来,在舰艇的底部伸出一根管子,可以感受海水冲击的压力,及海水的动压力,测出舰艇的速度,舰艇速度和航程存在一定的关系。 航程等于速度星时间,用一个计时器控制的横速电动机,带动一个由侧出的键速控制的滚轮不断转动,数字字码器就能够连续地显示出航程来。 这就是水压继承仪,它曾经为舰艇广泛使用,但是,舰艇伸出的管子容易损坏,经常收起,放下,又增加使用上的麻烦。 现代舰艇还装备有不伸出舰艇的电磁继承仪,它是应用电磁感应的原理制成的。 人们在舰艇装一个电磁铁,线圈通电流后,舰艇产生一个强磁场,舰艇前进时,海水好比导线在磁场中运动,利用两个电极,可以把感应电流引出来,让它控制一个产生航程,电信号的半导体线路。 根据航速不同,产生不同周期的航程电信号,航程电信号在控制电子数码器,就可以连续指出,舰艇走了多少航程,利用海水只能测出舰艇对于海水的相对运动航程,海水本身的流速是测不出来的。 为了测量舰艇对于海底的实际航程,现在已经采用多普勒声纳机。